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月 参透风流 二字缠 好姻缘是恶姻缘 痴心做处 人人爱 冷眼观食 各各闲 野草咸花 修采辙 真姿尽致 自安然 山妻质子家常饭 不害相思 不损钱 话说当时何九叔跌倒在地下 众伙家扶住 王婆便道 这是中了饿 快将水来 喷了两口 何九叔渐渐地动转 有些苏醒 王婆道 切伏九叔回家去 去理会 两个伙家使喷门板 一静抬何九叔到家里 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 老婆哭道 小心心出去 却怎地这般归来 哎 闲时曾不知中恶 坐在床边啼哭 何九叔去的伙家都不在面前 提那老婆道 哎呀 你不要烦恼 我自没事 却才去五大家入恋 道德他巷口迎见现前开药铺的西门庆 请我去吃了一喜酒 把十两银子与我 说道锁链的尸首 凡事遮盖则割 我到五大家 见他的老婆是个不良的人模样 我心里有八九分一计 到那里接起千秋翻看时 见五大面皮紫黑 七窍内津津出血 唇口上微露齿痕 定是中毒神死 我本带声张起来 却怕他没人做主 误了西门庆 却不是去撩风替歇 待要葫芦提入了关恋 五大有个兄弟 便是前日锦阳岗上打虎的武都头 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 躺货早晚归来 此事必然要发 我也听得前日有人说到 后巷柱的乔老儿子运歌 去紫石街帮五大捉奸 闹了查方 哦 正是这件事了 你却 慢慢地访问他 如今这事有甚难处 指使火家自驱炼了 就问他几时出丧 若是亭丧在家 带五松归来出殡 这个便没什么造丝麻线 若他便出去埋葬了 也不妨 若是他便要出去烧他时 必有敲起 哎 你到临时 只做去送丧 张人眼错 拿了两块骨头 和这十两银子收着 便是个老大政见 他若回来 不问石便罢 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 做一碗饭 却不好 哎呀 家有贤妻 见得吉明 随即叫火家吩咐 我中了饿 去不得 你们便自去练了 就问他几时出丧 快来回报 得的钱薄 你们分了 都要停的 与我钱薄 不可要 火家听了 自来五大家入殓 听丧安陵以罢 回报和酒书道 他家大娘子说道 只三日便出兵 去城外烧化 火家各自分钱散了 和酒书对老婆道 你说这话正是了 我至妻 只去偷古诗便聊 且说王婆 一力窜斗的婆娘 当夜半铃 第二日请四僧念些经文 第三日早 众伙家自来康台棺材 也有几家临社 街坊相送 那妇人带上笑 一路上假哭养家人 来到城外画人场上 便叫举火烧化 只见何九叔手里 提着一磨纸钱来到场里 王婆和那妇人接见道 何九叔 欠喜的贵题没事了 小人前日买了大郎 一扇龙子母吹饼 不曾还得钱 特地把这墨纸来烧与大郎 何九叔如此之成 何九叔把纸钱烧了 就穿得烧化棺材 王婆和那妇人谢道 难得何九叔穿得 回家一发香谢 小人到处只是出热 娘子和干娘自吻便 斋堂里去 相待众林社街坊 小人自替你照顾 使转了这妇人和那婆子 把火加去捡两块骨头 笋去侧边 拿去撒骨池内纸一进 看得骨头酥黑 何九叔收藏了 也来宅堂里 和哄了一回 棺木过了沙火 收拾骨池 撒在池子里 众林社回家 各自分散 何九叔将骨头归到家中 拔腹纸都写了年月日期 送丧的人名 合着银子移出包了 做个布袋盛着 放在房里 再说那妇人归到家中 去捅的前面设个灵牌 上写王夫五大郎之位 临床子前点一盏琉璃灯 里面贴些金帆 钱朵金银钉 彩增之数 每日却自和西门庆 在楼上任意取乐 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里 只是偷鸡盗狗之欢 如今家中又没人爱言 任意停棉整肃 自此西门庆 整三五夜不归去 家中大小 亦个不喜欢 原来这女色坑线的人 有诚实 必须游拜 游手 这顾天 单道着女色 正是 色胆如天 不自有 情深易密 两筹谋 知思当日 同欢庆 奇想 萧强 有获忧 贪快乐 自悠游 英雄壮士 抱冤愁 请看包四 游王室 血染龙泉 是尽头 且说西门庆和那婆娘 终招取乐 任意割引 教得熟了 却不顾外人之道 这条街上远近人家 无一人不知此事 却都据西门庆这丝 是个雕徒泼皮 谁敢来多管 常言道 乐极生悲 匹极泰来 光阴迅速 前后又早四十余日 却说武松 自从领了支县言语 兼送车账 到东京亲戚处 投下了来书 交割了香龙 街上闲行了几日 讨了回书 领一行人 取路回阳谷县来 前后往回 恰好将棘两个月 去时新春天气 回来三月出头 鱼路上只觉得神思不安 身心恍惚 赶回要见哥哥 且先去县里 交纳了回书 只先见了大喜 看把回书 一只金银宝物 交得明白 赏了武松 一顶大银 九十管带 不必用说 武松回到下处 房里换了衣服鞋袜 戴上个新头巾 锁上了房门 一镜 投紫石接来 两边众林社 看见武松回来 都吃一惊 大家捏两把汗 暗暗地说道 这番肖强祸起了 这个太随归来 怎肯甘休 必然弄出事来 且说武松到门前 接起帘子 探身入来 见了灵床子 写着 王夫五大郎之位 七个字 呆了 睁开双眼道 莫不是我眼花了 嫂嫂 武二归来 那西门庆 正和那婆娘 在楼上取乐 听得武松叫一声 惊得屁滚尿流 一直奔后门 从王婆家走了 那妇人应道 叔叔少做 奴隐来也 原来这婆娘 自从要死了武大 哪里肯带孝 每日只是农庄艳魔 和西门庆 做一处取乐 听得武松叫声 武二归来了 慌忙去面盆里 洗落了烟粉 拔去了首饰拆环 蓬松挽了个计 脱去了红裙袖 宣传上 笑裙笑衫 便从楼上 耿耿叶叶 夹哭下来 武松道 嫂嫂且住 休哭 我哥哥 几时死了 得了什么证后 吃了谁的药 那妇人一头哭 一面说道 你哥哥 自从你准备一二十日 我可得还极心疼起来 冰了八九日 求神问补 什么药不吃过 一直不得 死了 别的我好苦 隔壁王婆听得 生怕绝萨 只得走过来帮她支舞 吴松又道 我的哥哥 从来不曾有这般病 如何心疼便死了 王婆道 杜头 却怎的这般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暂时祸福 谁保得常没事 亏杀了这个干娘 我又是个没脚蟹 不是这个干娘 林舍家 谁敢来帮我 如今 埋在哪里 我又独自一个 哪里去寻坟地 没奈何 留了三日 把出去烧花了 哥哥死得几日了 三两日 便是断气 吴松沉吟了半晌 便出门去 镜头县里来 开了锁 去房里 换了一身塑镜衣服 便叫土兵 打了一条麻套 系在腰里 身边藏了一把 肩长饼短 背后韧薄的解腕刀 取了些银两 带在身边 叫了个土兵 锁上了房门 去县前 买了些米面胶料等物 香烛明纸 就完到家敲门 那妇人开了门 武松叫土兵 去安排耕饭 武松就临床子前 点起灯烛 铺设酒窑 到两个耕刺 安排了端正 武松扑翻身便拜道 哥哥阴魂不远 你再世时软弱 今日死后不见分明 你若是父屈贤渊 被人海了 托梦于我 兄弟 替你做主报仇 把酒浇垫了 烧化民用纸钱 武松放声大哭 哭得那两边临舍 无不欺慌 那妇人也在里面假哭 武松哭吧 将更犯酒窑和土兵吃了 讨两条席子 叫土兵中门旁边睡 武松把条席子 就临床子前睡 那妇人自上楼去 下了楼门自睡 约莫将近三更十后 武松翻来覆去睡不着 看那土兵时 厚厚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 武松爬将起来 看了那临床子前 琉璃灯半明半灭 侧耳听的耿鼓时 正达三更三点 武松叹了一口气 坐在席子上 自言自语 口里说道 我哥哥 生时懦弱 死了 却有甚分明 说由未了 只见临床子下 卷起一阵冷气来 那冷气如何 答案见 无形无影 非雾非烟 寒玄似怪风轻骨冷 凌冽如煞气透击寒 昏昏暗暗 灵前灯火 时光明 残残悠悠 闭上纸前 非散乱 瀕瀕藏 食毒鬼 纷纷飘动 引魂翻 那阵冷气逼得武松 毛发结束 定睛看时 只见个人 从灵床底下钻将出来 叫声 兄弟 我死得好苦 武松看不仔细 却在向前来再问时 只见冷气散了 不见了人 武松一跤颠翻 在席子上坐地 寻思是梦非梦 回头看的土兵石 正睡着 武松想到 哥哥这一死 必然不明 却才正要报我知道 却又被我的神器 冲散了他的魂魄 直在心里不提 等天明 却又理会 天色渐明了 土兵起了烧汤 武松洗漱了 那妇人 也下楼来 看着武松道 叔叔 夜来烦恼 嫂嫂 我哥哥 端帝什么病死了 叔叔却怎的忘了 夜来已对叔叔说了 害心疼病死了 却输谁的药区 却输谁的药区 竟有药贴在这里 却是谁卖棺材 让其隔壁王甘娘去买 谁来扛台出去 是本出团头和酒书 竟是他为吃出去 原来弄的 且去县里画毛却来 便起身带了土兵 走到紫石街巷口 问土兵道 你认得团头和酒书吗 都头那你忘了 前相他也曾来 与都头做庆 他家只在 狮子街巷那住 你引我去 土兵引武松 到和酒书门前 武松道 你自先去 土兵去了 武松却接起帘子 叫声 和酒书在家吗 这和酒书 却才起来 听的是武松来寻 吓得手忙脚乱 头巾也带不跌 急急取了银子和骨质 藏在身边 便出了迎接道 都头几时回来 昨日方回到这里 有句话闲说这个 请挪尊部同王 小人便去 都头且请拜茶 不必 免赐 两个一同出到巷口 酒店里坐下 叫梁酒人 打梁酒酒来 和酒书起身道 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 何故烦扰 且坐 和酒书心里 已猜八九分 梁酒人一面筛酒 武松便不开口 且只顾吃酒 和酒书见得不作声 倒捏两把汗 却把些话来聊他 武松也不开言 并不把话来提起 酒以数杯 只见武松接起衣裳 嗖的 撤出把尖刀来 插在桌子上 梁酒的都惊得呆了 哪里肯进前看 何酒书面色青黄 不敢斗气 武松捋起双袖 握着尖刀 对何酒书道 小子粗书 还晓得 冤各有头 债各有主 你休惊怕 只要识说 对我一一说之 武达死的缘故 便不干涉你 我若伤了你 不是好汉 倘若有半句差错 我这口刀 立定叫你身上 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 闲言不到 你只直说 我哥哥似的尸首 是咱弟模样 武松倒霸 一双手按住戈气 两只眼睁得圆彪彪地看着 何酒书去袖子里 取出一个袋 放在桌子上 道 嘟头息怒 这个袋便是一个大证件 武松用手打开 看在袋里时 两块苏黑骨头 一定十两银子 便问道 怎地见得是老大正见 小人并然不知前后阴地 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 只见 开茶坊的王婆 来呼唤小人 练武大郎尸首 这日行到紫石街巷口 迎见现前开生药铺的西门庆大郎 拦住要小人同去酒店里 吃了一瓶酒 西门庆取出这十两银子赋予小人 吩咐道 锁链的尸首 凡百事遮盖 小人从来都知道 那人是个雕徒 不容小人不接 吃了酒食 收了这银子 小人去到大郎家里 揭起千秋帆 只见 七窍内有淤血 唇口上有齿痕 戏是生前中毒的尸首 小人本在声张起来 只是又没苦煮 他的娘子已自到 是害心疼病死了 因此小人不敢生言 自咬破舌尖 只做中了物 福归家来了 只是火家自去练了尸首 不曾接受一文 第三日 听得扛出去烧话 小人买了一抹纸 去山头假作人情 拾转了王婆并另扫 按时了这两块骨头 包在家里 这骨尸苏黑 戏是毒药身死的证件 这张纸上写着年月日时 并送丧人的姓名 便是小人口词了 毒头想查 剑府还是何人 呃 却不知是谁 小人闲听得说来 有个卖离的运歌 那小丝曾和大郎 去茶坊里捉奸 这条街上 这条街上谁人不知 毒头要知背戏 可问运歌 是 既然有这个人是 一同去走一遭 武松收了刀 路窍藏了 算还酒钱 便从何九叔 往运歌家里来 却好走到他门前 只见到小猴子 挽着个柳龙烤老在手里 迪米归来 何九叔交道 运歌 你认得这位嘟头吗 借大重来时 我便认得了 你两个寻我做什么 运歌那小丝 也瞧了八分 便说道 只是一件 我的老爹六十岁 没人养善 我却难相拜 你们吃官司耍 好兄弟 便去身边 取无两来银子 道 运歌 你把去与老爹做盘缠 跟我来说话 运歌自心里想到 这五两银子 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 便陪是他吃官司 也不妨 将银子和米 拔于老二 便跟了二人出巷口 一个饭店楼上来 武松叫过卖 造三分饭来 对运歌道 兄弟 你虽年纪小 倒有养家孝顺之心 却才与你这些银子 且做盘缠 我有用着你出 事物了毕时 我再与你 十四五两银子 做办签 你可被细说于我 你怎地和我哥哥 去茶坊里 捉监 我说于你 你却不要弃苦 我从今年正月十三日 提的一篮雪梨 我去寻西门庆 大郎挂一钩子 一地里面寻他处 问人时 说道 他在紫石街 王婆茶坊里 和卖吹饼的 五大老婆坐一处 如今寡上了他 每日只在那里 我听得了这话 一进奔去寻他 破那王婆老猪狗 拦住不放我入房里去 持我把话来 亲他底子 那猪狗 便打我一段力抱 直插我出来 将我梨都钦在街上 我气苦了 去寻你大郎 说与他背戏 他便要去捉监 我道 你不计事 西门庆那丝 手脚了的 你若捉他不着 饭吃他告了 倒不好 我明日 和你约在巷口取齐 你便少做些吹饼出来 我若张进西门庆 入茶坊里去时 我先入去 你便积了蛋等着 只看我丢出篮来 你便抢入来捉监 我这日 又提了一篮礼 进去茶坊里 被我骂那老猪狗 那婆子便来打我 吃我先把篮 撇出街上 一头顶住那老狗 在壁上 五大郎却抢入去时 婆子要去拦截 却被我顶住了 只叫他五大来也 原来 道吃他两个顶住了门 大郎只在房门外声张 却不提防西门庆那丝 开了房门奔出来 把大郎一脚踢倒了 我见那夫人随后便出来 扶大郎不动 我慌忙也自走了 过得五七日 说大郎死了 我却不知怎地死了 你这话是实了 你却不要说谎 便到官府 我也只是这般说 说的是 兄弟 便逃饭来吃了 还了饭前 三个人下楼来 喝酒书道 小人告退 且随我来 正要你们与我争一争 把两个一直带到县厅上 知县见了 问道 独头告什么 小人亲兄五大 被西门庆于扫通奸 下毒药谋杀性命 这两个便是见证 要相公做主子个 知县先问了喝酒书 并运歌口词 当日与县历商议 原来县历都是与西门庆 有首尾的 官人自不必地说 因此官吏通通计较道 这件事难以理问 执县道 吴松 你也是个本县都头 不行的法度 自古道 捉奸见霜 捉贼见脏 杀人见伤 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 你又不曾捉得他奸 如今 只凭这两个言语 便问他杀人攻势 莫非 忒偏向吗 你不可造次 需要自己寻死 当行即行 武松怀里去取出 两块酥黑骨头 一张纸 告道 傅高相公 这个须不是小人 捏合出来的 知县看了道 你且起来 待我从长商议 可行使便与你拿问 何九叔运歌 都被武松留在房里 当日西门庆得知 确实新妇人 来县里徐官立银两 次日早晨 武松在厅上告评 催逼直线拿人 谁想着官人 贪图贿赂 回出骨质并银子来 说道 武松 你休听外人 挑拨你和西门庆 做对头 这件事不明白 难以对理 圣人云 惊目之事 有恐未真 背后之言 岂能权幸 不可一时造此 玉利便道 多头 但凡人命之事 需要师伤并物宗 武剑事权 方可推问得 既然 相公不准所告 且却又理会 收了银子和骨质 再赋予何九叔收了 夏天来到自己房内 叫土兵安排饭时 与何九叔同运鸽吃 留在房里 相等一等 我去便来也 又自带了三两个土兵 离了县衙 将了燕娃笔墨 就买了三五张纸 藏在身边 就叫两个土兵 买了个猪手 一只鹅 一双鸡 一弹酒 和些国品之类 安排在家里 约莫爷是四排十后 带了个土兵 来到家中 那妇人 已知告状不准 放下心 不怕她 大着胆 看她咱地 乌松叫道 嫂嫂下来 有句话说 那婆娘 慢慢地行下楼来 问道 有什么话说 明日是王兄断期 你前日恼了众林社街坊 我今日特地来把杯酒 替嫂嫂 香谢众林 那妇人 哒啦啦地说道 谢他们咱地 礼不可缺 换土兵 先去灵床子前 明晃晃地 点起两只蜡烛 分起一炉香 列下一磨纸钱 把祭物 去灵前摆了 堆盘满宴 铺下九十国品之类 叫一个土兵 后面筛九 两个土兵门前安排桌凳 又有两个前后把门 武松自吩咐定了 便叫 嫂嫂来代客 我去请来 先请隔壁王婆 那婆子道 不小生寿 叫都头做谢 多多香扰了肝娘 自有个道理 先备了一杯韭菜 休得退故 那婆子取了招 收拾了门户 从后头走过来 武松道 嫂嫂做主位 甘娘 对席 婆子已知道 西门庆回话了 放心着吃酒 两个都心里道 看他子弟 武松又请这边下林 开银铺的姚二郎 姚文青 二郎道 小人忙些 不劳都头生寿 武松拖住便道 一杯淡酒 又不长酒 便请到家 那姚二郎 只得随顺到来 便叫去王婆 肩下坐了 又去对门请两驾 一驾是开 纸马铺的赵四郎 赵重铭 四郎道 小人买卖 偏不得 不急陪风 如何使得 众高龄 都在那里了 不由他不来 被武松扯到家里道 老人家爷父一般 便请在嫂嫂肩下坐了 又请对门那 卖冷酒店的胡正清 那人原是丽元出身 便瞧到有些尴尬 那里看来 被武松不管他 拖了过来 却请去赵四郎 捡下坐了 武松道 王婆 你隔壁是谁 他家是卖古舵的张公 却好正在屋里 见武松入来 吃了一惊 道 都头没剩话说 家间多饶了街坊 向请吃杯淡酒 哎呀 老子不曾有些礼数 到都头家 却如何请老子吃酒 不成为敬 便请到家 老儿吃武松 拖了过来 请去姚二郎 捡下坐地 说话的 为何先坐的不走了 原来都有土兵 前后把着门 都是监禁的一般 且说武松 请到四家邻舍 并王婆和嫂嫂 共是六人 武松多条凳子 却坐在横头 便叫土兵 把前后门关了 但后面土兵 自来筛酒 武松唱个大惹 说道 众高陵 休怪小人 休怪小人粗鲁 胡乱请歇个 忠林社道 小人们都不曾与都头洗泥接风 如今到来烦扰 是啊 不成意思 众高陵 休得笑话 徒兵只顾筛酒 众人怀着鬼胎 正不知怎地 探看九至三杯 那胡正清便要起身 说道 小人忙些个 去不得 既来到此 便忙 也坐一坐 那胡正清 心头十五个吊筒打水 七上八下 暗暗地寻思道 哎呀 既是好意 请我们吃酒 如何却这般相待 不许人动身 值得坐下 武松道 再把酒来筛 徒兵针到第四杯酒 前后 共吃了七杯酒过 众人却似吃了 吕太后一千个炎炎 只见武松喝叫徒兵 来 请收拾过了杯盘 少煎再吃 武松抹了桌子 众林社却待起身 武松把两只手指一拦 道 正要说话 一杆高陵在此 中间高陵 哪位会写字 姚二郎便道 此位胡正清 急写得好 武松便唱个惹道 相反此个 便卷起双袖 取衣裳底下 搜得只一撤 撤出大口尖刀来 右手四指拢着刀把 大拇指按住眼心 两只圆彪彪怪眼睁起 道 诸位高陵在此 小人 冤各有头 债各有主 只要众位 做个见证 只见武松 左手拿住嫂嫂 右手指定王婆 四家林社 惊得目睁口呆 王之所措 都面面相去 不敢作声 武松道 高陵修怪 不必吃惊 武松 虽是粗鲁汉子 便死也不怕 还行得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并不伤犯众位 只凡高陵 做个见证 若有一位先走的 武松翻过脸来修怪 叫他先吃我武器刀了去 武松 便偿他命也无妨 却吃不得饭了 武松看着王婆喝道 无那老猪狗听着 我的哥哥这个性命 都在你身上 慢慢的却问你 回过脸来 看着妇人骂道 你那淫妇听着 你把我的哥哥性命 暂定谋害了 从事招了 我便饶你 叔叔 你好没道理 你哥哥自喊心疼病死了 干我甚事 说由未了 武松把刀割刹了 插在桌子上 用左手揪住那妇人投契 右手劈胸提住 把桌子一脚踢倒了 隔桌子把这妇人 轻轻地提将过来 一脚放翻在临床的前 两脚踏住 右手拔起刀来 指定王婆道 老猪狗 你从事说 那婆子只要脱身脱不得 只得道 不肖独头发怒 老身自说便了 武松叫土兵 取过纸墨笔焰 排在桌子上 把刀指着胡正清道 相反 你与我听一句 谢一句 胡正清 咯哒哒抖着道 小人便写 讨了些燕水 摸起墨来 胡正清拿起笔 扶开指道 王婆 你实说 又不甘我事 以我无甘 老猪狗 我都知了 你赖哪个去 你不说屎 我先寡了这个营妇 后杀你这个老狗 提起刀来 往那妇人脸上 便屁一两屁 那妇人慌忙叫道 叔叔 且饶我 你放我起来 我说便了 武宋一提 提起了婆娘 跪在临床的前 武宋喝一声 营妇快说 那妇人惊得魂魄都没了 只得从事招说 将那时放帘子 因打着西门庆起 并坐衣裳 入马通奸 依依地说 次后来 怎生踢了五大 因何设计下药 王婆怎得叫缩波智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武宋再叫她说 却叫胡正清写了 王婆道 妖宠 你先招了 我如何来得过 只苦了老身 王婆也值得招认了 把这婆子口词 也叫胡正清写了 从头至尾都说在上面 叫她两个都点指画了字 就叫四家林舍输了名 也画了字 叫土兵姐搭不来 碑碱绑了这老狗 卷了口词 藏在怀里 叫土兵取完酒来 供养在灵床子前 托过这妇人来 跪在灵前 喝的婆子也跪在灵前 武宋道 哥哥灵魂不远 兄弟武二 与你报仇血恨 叫土兵把指钱点着 那妇人见头饰不好 却大要叫 被武宋恼酒倒来 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 扯开胸脯衣上 说是值那是快 把尖刀去胸前指一弯 头里闲着刀 双手去握开胸脯 取出心肝五脏 供养在灵前 搁插一刀 便搁下那妇人头来 血流满地 四家林舍吃了一惊 都掩了脸 见他凶了又不敢动 只得随顺他 武宋叫土兵 去楼上取下一床被来 把妇人头包了 开了刀插在窍里 洗了手唱个惹说道 有劳高龄 甚是休怪 且请众位楼上少坐 待武二便来 四家林舍都面面相看 不敢不依他 只得都上楼去坐了 武宋吩咐土兵 也叫丫那婆子上楼去 关了楼门 着两个土兵 在楼下看守 武宋包了妇人那颗头 一直奔西门庆 生药铺前来 看着主管唱个惹 大官人宅上在吗 却才出去 借一步 先说一句话 那主管也有些认得武宋 不敢不出来 武宋一隐隐到侧手 僻静向内 武宋翻过脸来道 你要死确实要活 都头在上 小人又不曾伤犯了都头 你要死 休说西门庆去向 你若要活 时对我说 西门庆在哪里 却才和一个相识 去狮子桥下大酒楼上吃酒 武宋听了 转身便走 那主管惊得扮上一脚不动 自去了 且说武宋竟奔到狮子桥下酒楼前 便问九宝道 西门庆大郎和圣人吃酒 和一个一般的财主 在楼上边接阁里吃酒 武宋一直撞到楼上 去格子前张时 窗檐里见西门庆坐着主位 对面一个坐着客席 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 武宋把那背包打开一抖 那颗人头血漏漏地滚出来 武宋左手提了人头 右手拔出尖刀 挑开帘子 钻将入来 把那富人头 往西门庆脸上灌将来 西门庆认得是武宋 吃了一惊叫声 哎呀 便跳起在凳子上去 一只脚跨上窗间 要寻走路 见下面是街 跳不下去 心里正慌 说是迟那是快 武宋却用手略按一按 拖地一跳在桌子上 把些斩蝶都踢下来 两个唱的行愿 惊得走不动 那个财主官人 慌了脚手 也惊倒了 西门庆见来得凶 便把手须指一指 早飞起右脚来 武宋只顾奔入去 见他脚起 略闪一闪 恰好那一脚 正踢中武宋右手 那口刀 踢将起来 直落下街心里去了 西门庆肩踢去了刀 心里便不怕他 右手须照一照 左手一拳 照着武宋心窝里打来 却被武宋掠躲个过 旧式里从斜下钻入来 左手带住头 连肩胛直一提 右手早着住西门庆左脚 叫声 下去 那西门庆 一折 冤魂禅定 二乃天理难容 三来怎当武宋涌立 只见头在下脚在上 道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 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 街上两边人都吃了一惊 武宋伸手去凳子边 提了银腹的头 也钻出窗子外 永生往下指一跳 跳在当街上 先抢了那口刀在手里 看着西门庆一字跌得半死 直挺挺在地下 直把眼来动 武宋按住 指一刀 割下西门庆的头来 把两颗头相结作一处 踢在手里 把着那口刀 一直奔回子时街来 叫土兵开了门 将两颗人头供养在林前 把那碗冷酒浇垫了 说道 哥哥灵魂不远 早生天解 兄弟与你报仇 杀了贱妇和盈妇 今日 就行烧化 便叫土兵 楼上请高林下来 把那婆子压在前面 武宋拿着刀 提了两颗人头 再对四家林社道 我还有一句话 对你们四位高林说这个 那四家林社插手拱力 劲道 独头大叔 我众人一听遵命 武宋说出这几句话来 游分教 明镖千古 升波万年 执教英雄相聚满山寨 好汉同心赴水蛙 正是古今壮士 谈英勇 猛烈强人 毕竟武松对四家林社说出渗言语来 且听下回分解 水蛊传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铁林 很高兴陪你一起读水蛊 第二十六集 武松杀嫂与吃瓜群众的微妙关系 本集中武二郎为兄报仇 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 他并不是得了真相 一时上头就操刀子上门 而是先请了四位邻居来做见证 还让那会写字的胡正清 录下了潘金莲和王婆的口供 再行动手 甚至还留下了王婆一命 说好的快意恩仇呢 这武二郎办起事来 怎么就这么没点的 汉子的爽力劲呢 别看武松是上山打虎 百万军中秦上将的好汉 可他并非那种脑子里边长肌肉的憨祸 该精细的时候 他一样能给你做得周周全全的 武松报仇 当然可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 转眼之间挂三条人命 可这样一来 他就从百姓口中的打虎英雄 变成杀人魔王了 好汉在江湖上 那也算是白道正派 又不是魔教妖人 哪能自毁声明呢 而且胡乱杀人之后 也就剩下亡命天涯了 再也没有回归社会的可能 何必为几个恶人 赔上自己的一生呢 那么武二郎给自己 赞助的是什么礼呢 他觉得这个礼叫血亲复仇 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跟杀了自己直信亲属的仇人较劲 哪怕对手是皇上 老百姓都能给你拍巴掌 好 是条汉子 就像春秋时候的吴子虚 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杀了 他逃到吴国 回过头来率领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 即便楚平王已经死了 也要将尸骨挖出来 鞭尸三百报仇血恨 然而进入法治时代以后 血亲复仇就出现了悖论 一方面这是孝行的体现 要弘扬 哪个封建王朝不说自己是以孝治天下呢 另一方面 动不动私人报仇 要国家干什么 这得禁止 所以相同的一件血亲复仇的案子 往往就会有着不同的判决 开元年间 监察御史杨万寝 奉命审查西州都督张审夕 谈误案件 结果被张审夕派兵围困 杨万寝逃脱之后 就上报朝廷说张审够谋反了 于是张审夕被抄家处死 不久他的两个儿子 十三岁张皇和十一岁张秀 在洛阳官道上把杨万寝给杀了 这件事引发全国轰动 民间舆论当然是支持少年了 但毕竟是杀人大案 地方官不敢判定 只好交给朝廷来定夺 最后 唐玄宗接受了宰相李林福等的意见 认为孝子复仇虽然值得同情 但不能支持杀人免罪的做法 所以亲自下诏 杖杀了张皇和张秀 可是到了唐宪宗的时候 同样是少年 十二岁的梁岳杀了杀父仇人秦岗 这案子也送到了皇帝的案头 这是唐宪宗的做法 和自己的老祖宗正好相反 仅仅是打了一百仗 判了个流放 隔了几十年 同样的案子判决正好相反 你让这主审的官怎么办 左右不讨好呗 历代血亲复仇事件 往往都会引起社会的轰动 成为引起愚情的大案 但不管朝廷和皇帝怎么判 老百姓出于朴素的感情 基本都是站在复仇者的一面 武松虽然是私设公堂 但是他有人证 何九叔和运格 有物证 武大那几块素黑的骨头 有口供 潘金莲和王婆说的话 都记得那儿呢 还有见证 街坊四邻都看着了 连笔录都帮自己记好了 这一切都落实了西门庆 与潘金莲通奸杀害武大郎的罪证 而且他还亲自带着这一切来投案呢 一方面是世人唾弃的通奸出轨 谋害亲夫 一方面是百姓赞颂的为兄报仇 一搏云天 武松占了血亲复仇的礼 天然就立于不败之地 再加上西门庆已经死了 家里估计为了抢夺财产乱成一团 哪有时间再去堂上和武松对峙 按照西门庆那花心的性子 当家大娘子说病还嫌弃他死得晚了呢 所以武松入狱以后 从支县玉丽孔木支州 再到京里刑部的官员 都是给他一路开绿灯的 仅仅盼了个冲军流放 而那王婆本以为也能逃过一劫的 却不料最终落了个凌迟处死 哎 早知如此 还不如那日被武松了结了性命来的痛快 明星小贴士 武松给武大郎祭祀之后 和君族把祭品吃了 古人观念中 祭祀时先人享用的是祭品的香气 而祭祀结束后 则由参与祭祀的人员分享祭品 分祭品是体现了参祭人 在族中或国家的地位 孔子在诛杀邵正卯之后 参与鲁国祭祀 没有被分到祭肉 直到使徒已决 故而周游列国 水浮传第二十六回 焚尸偷骨 和酒暗打 小九九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孟凡君 我们今天继续进行传世名著水浮传第二十六回的解读 这回的回目是偷骨直和酒送丧 供人头五二社稷 在这回中 围绕着五大郎恋葬和五松卫歌深渊 作者用生花妙笔 把混乱世道的险恶人心刻画的淋漓尽致 我们先来看看众人是如何对待五大郎之死的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婆 王婆在潘金莲通奸杀父案中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脑人物 在上一回中 王婆教西门庆如何勾打潘金莲的法子之后 嘱咐的是 不要忘了许我的十两银子 这王婆教潘金莲和西门庆 如何毒死五大郎的法子后 叮咛的是 事了时却要重重的谢我 可见 只要有利可通 哪怕是让人家破人亡的事 王婆都会热心的调教 并熟练的参与 这就叫建立网易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要插一句话了 汉朝建立以后 刘邦曾经问大臣们 八百多年的大周朝为什么灭亡了 大臣们热议了好久 归结出了周朝灭亡的原因 一共四个字 意思是人们看重钱财而忽视人伦道德 然后就国破家亡了 这王婆因贪图小利而教人通奸杀人 最后被千刀万剐 这也是贵财建议的报应 换句话说 作者在王婆身上显现的是大周朝衰亡的缩影 其实他人身上又何尝不是呢 那我要说的第二个人便是西门庆 当这西门庆第一次看见 生得妖娆的潘金莲时 先是酥了半边 临走的时候又回了七八遍头 经着王婆的撮合 再次见到潘金莲时 西门庆恨不就坐一处 几杯酒下肚 春心荡漾 真个就在王婆的房中 与潘金莲勾搭成了一处 通过这样的描写 一个五尺色狼的形象 跃然直上了 咱们上回讲到 运哥将五大郎捉奸的法子 就是跑到肩夫淫妇跟前 叫区 可能大家也会质疑 这叫区有啥用啊 但是西门庆听到王婆 五大来也的叫喊 就钻入床底下躲去 特别是后来啊 当听说五大郎 要把通奸士告诉五松 这西门庆又连连叫苦 在王婆的叫作下 毒死五大郎之后 因怕负责入殓的和酒 看出破绽 不肯将五大郎入殓 西门庆又拿出了十两银子 恳求和酒周全和遮盖 通过这些描写 一个色力内忍的嘴脸 又显露无疑了 那么我要说的第三个人 便是潘金莲了 在书中 作者主要是通过对潘金莲的言语行为描写 来刻画潘金莲的形象的 当五大郎想推门捉尖时 西门庆吓得钻了床底 潘金莲慌作一团 却叫肩夫出来打亲夫 当五大郎被西门庆踢中心窝 口吐鲜血 一连五日卧床不起之时 这潘金莲依然浓妆淡抹的出去 面色红艳的回来 让五大郎要汤不见 要水不见 气得发混呢 当王婆说出 只有毒死五大郎 才能长久勾搭时 潘金莲说 好便是好 只是奴家手软了 临时安排不得尸首 王婆答应帮忙之后 便马上毒死了五大郎 当潘金莲毒死五大郎之后 在王婆的帮助下 把尸首停放妥当 然后好好地假哭起养家人来 并且一直刚毫了半夜 当邻居街坊和和酒来调问死者五大郎时 潘金莲一会儿虚掩着粉脸假哭 一会儿又耿耿夜夜假哭 一会儿虚掩着泪眼假哭 然而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 值得注意的是粉脸二字 说明潘金莲在老公死后 竟然还有心思化妆臭美 通过这些描写呢 一个放荡无耻 凶狠无情的淫妇形象 呼之欲出了 我最后要说的一个人呢 是地方上的葬礼执行官 团头和酒 按照这王婆的介绍 和酒是个精细的人 怕他看出破绽 不肯入恋五大郎 西门庆表示自取吩咐 那么这和酒必不违背他的言语 和酒就有了两处为难 如果和酒不肯迅速舞弊 把五大郎之死闹个水落石出 那么西门庆会要他一命归西 而如果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曹操了世 让五大郎死无对证 那么武松可能会对他拔刀动武 但和酒的应对 揭示了极高的乱世周旋艺术 且看作者的描写 当西门庆给和酒十两银子 要他隐瞒五大郎死因时 和酒自来惧怕西门庆是个雕徒 是个把持官府的人 只得瘦了 而且表示依从西门庆的吩咐 和酒深感蹊跷 亲自去查验五大郎的尸首时 假装中邪偷偷咬破舌尖 然后大叫一声往后便倒 口里喷出血来 这种以假乱真的表演 骗过了所有的人 包括他的老婆 那么讲到这里 我还要提一下和酒的老婆 当和酒老婆听说 五大郎死得蹊跷 而西门庆五松都得罪不起时 他老婆随即献祭 他让和酒以送丧为由 偷两块骨头 和这十两银子一起留作证据 五松回来若问 就提供证据明哲保身 若是不问就只字不提 继续保持同西门庆 和五松的友好往来 这一些话呀 说的和酒是连连点赞 老婆大人厉害呀 这五大郎要入殓时 和酒以中邪为由不去参加 五大郎要拉到城外 举火烧化时 和酒以祭奠五大郎为由 来到火化现场 将五大郎的尸首 举火焚化之后 成人不备 偷了两块酥黑的骨头 作为五大郎中毒死亡的证据 悄悄带回家中 五松回来 剑哥死得不明不白 果然找和酒询问 这和酒一看无法回避了 立刻竹筒倒豆子 把西门庆了送的银子 说的话自己所做的一切 包括偷的五大郎的毒骨头 还有送丧人的性命 全部倒给了五松 在这里啊 和酒把自己捏造成了一个 人品端方执法严明的报清天 这五松又问了 肩夫是谁啊 和酒说自己不知道 问运哥一问便知 把自己啊 撇得倍儿清 常言道 治是人憨直 乱是弯弯绕 这和酒啊 特别是和酒的老婆 把这种弯弯绕展示的无以复加 那么下面 我将跟大家说说 围绕着五松回来 为哥申冤 众人是如何反应的 先说街坊邻居们 潘金莲通奸杀夫的事 整条街上近人皆知 但是因为都惧怕 西门庆纳斯是个雕徒泼皮 故无人肯管 街坊邻居们看见五松回了 才开始担心 哎哟 这个太岁归来必然出事啊 这就叫社会性冷漠 正在五大郎家忘情鬼混的西门庆 听到五松回来的声音 惊得屁滚尿流 一直奔后门 从王婆家走了 这开心寡妇潘金莲 听说五松回来了 慌忙洗去了脂粉 拔去了柴环 揪乱了头发 脱去了红裙 换上孝衫 耿耿叶叶的假哭着 编造了一个心脏病患者 五大郎抱病而亡的传奇故事 可惜 五松不信 那么接下来 五松祭奠哥哥的举动令人动容 书中写道 五松祭奠时 放声大哭 哭的那两边邻舍 无不欺慌 从这里可以看出 虽然五松偶尔喝酒闹事 让哥哥操心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依然是有情有义的好兄弟 但是 当他手握尖刀 凶巴巴的逼着和酒 说五大郎的死音 把和酒吓得面色轻黄 不敢抖气的时候 又是另一副面孔了 还有两个人物也值得一提 一个是运哥 他一看五松找他 便说道 我的老爹六十岁 没人养善 我却南乡伴你们吃官司耍 见五松取出银子 给他老爹做生活费 便立刻改了主意 决定陪五松去吃官司 另一个人 是清河县的支县 他本来与西门庆有勾结 又得了西门庆许多贿赂 故千方百计替西门庆开拓 但是 等到五松割下来 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脑袋 自觉投案 支县大人立刻变成了包青天 不仅认可了 奸夫淫妇的罪行 把王婆临迟处死 还努力减轻五松杀人的罪责 因为他很清楚 没了脑袋的西门庆 再也不会给他送钱了 那么通过上面的讲述 咱们可以看出 除了五松窟清歌和孕歌养老爹之外 其他人大都没了操守 他们该出手时便出手 老爹的都是满足私欲和攫取财力 这就是贵财建议 另外 五松虽然被减刑了 但他的悲剧刚刚开始 一个个个更大的陷阱 正在后边等待着他呢 好 本回到此结束 下回精彩继续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